抱歉,我现在还不够习惯了 Hello,Ladies and the 乡亲们 现在我正搭乘着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 因为我怕隔离无聊,特地背一把吉他回去 但天呐,航空公司不让我带吉他上飞机 这个吉他可是我当时亲自背回来的 他现在说不能上飞机,说是危险物品 我得现在找个地方包装一下 大无语事件,太可怕了 这个打包箭要180块 我真的 全方位贴好,易碎物品 好不容易食都完了,却到了登机时间 我真的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吉他花了我好多时间 现在已经是登机的时间了 然后我还没有吃饭,我还没有吃饭 忙活了一上午,我到现在一口没吃 我真的好饿 但是我现在不行,我得赶飞机 勇敢扭扭,不怕饥饿 因为台风烟花的影响,航班延误起飞 等待的每一秒,我真的好饿 好饿饿到发毛 终于等到起飞之后发餐了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几天前我在手机执机的时候,装逼给自己选了个低卡路里餐 低卡路里餐 我想吃鸡腿肉,我想吃鸡生肉 嗯,话虽如此,但是还是非常诚实的吃完了 这个吃不饭,这个真的吃不饭 跟大家说今天我是整个行李大超重,超重了20多公斤 我就折腾了一上午一口饭都没吃 然后现在就只吃这么点,真的 我觉得我应该多补充点体力 因为大家到了上海之后,还要再做核酸 还要再分酒店,肯定要弄红酒 所以我现在应该多吃一点 刚刚那空姐过来问我说要不要帮我把这些收了 我就不好意思说我还没有饱 不好意思,其实是有其他计划吗? 现在我不太饿了 现在不太饿了 有什么东西吗? 我们没有太饿了,所以我们没有太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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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谢谢 完了,朋友们真的装大笔了 我真的选了一个低卡路里餐之后 那个空姐就以为我只吃低卡路里的东西 那给我选的也都是一些没有什么肉的概念 我上的菜都是些蔬菜 当然在最后的甜品时间,我毅然决然选择了两个口味 其实在飞机上没有吃饱是可以问空姐加餐的 虽然有些尴尬 不过航班结束后 飞机餐超过一定的时间就不能食用了 餐食会被当垃圾处理掉 所以没有吃饱的话可以问空姐再补一顿 毕竟机票钱都付了 咱能捞回一点试一点 其实我以前坐飞机我特别怕空姐 因为我以前坐东方的时候 东方的空姐都很凶 刚刚那个姐姐对我还挺好的 给我这么多吃呢 好了,我们其实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你们的观众 这个是迪登的,找到你们的 迪登,找到那边,乌鲁呢,你们能不能找到 好朋友 986 看这个云,超美 986